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直接来看报名视频 好 亲爱的好看团 你们好 我是小旭 今天想请你们帮帮我的好朋友西西 我的好朋友西西在长沙开了一家虾店 看起来好像是个光鲜亮丽的职业 但是此时它特别不容易 我做餐厅很辛苦的 这是你自己种的吧 无论是从食材的采购 外卖的配送 我去看一下 平时店里面的服务和收银 它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地去盯着 然后到凌晨三点店里才收工 它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家店 开菜店就自己完全被锁在餐厅里面受不了 然后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单身妈妈 她清楚地知道 就是一个女人想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有好的生活 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 对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好好感谢一下 这些年一直支持她的老顾客们 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机会 但是她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她提及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这一个有开店经历的这么一个女老板 确实经营餐厅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是 然后事无巨细 很琐碎 昆琳有自己开店吗 对 应该有感触 就是我之前有开过咖啡店 开的时候很理想化 就是咖啡店 绝对美美的 对 然后很安静 很臭这样 但是开完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不是这块料 管理这方面完全不会 经营起来可能就会觉得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 我相信她会一直在店里 就是真的有时候老板 要必须一直在店里面 对 你可以去掌控所有东西 而且像如果有时候员工突然间不想来了 你要马上去补那个位置 对 对 所以就有很多状况 所以我觉得做餐应该真的很辛苦 我以前那个做餐厅的我最头疼的 就是你要调解员工矛盾 前厅后厅的矛盾 前厅服务员之间的矛盾 后厨之间的矛盾 然后供货商之间的矛盾 那你不用干别的了 就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在餐厅里待着 你是不是还得自己盯着当收银人 我不是收银 我是刷碗 因为吧 我那个当时开的就是有点匆忙 然后刷碗阿姨没有找到 然后前厅的刷杯子那个也没有人 但是呢 你又不能让前面的小朋友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前面也没有人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好吧 我来吧 我就在里面刷了半年的碗 天哪 这老板当的 特别苦 然后那个半年瘦了十五斤吧 差不多 因为真的很累 太操心了 很难的 尤其是虾店 因为好的虾店 大家就对这个卫生质量要求特别高 而且你想他开虾店 这虾店都是要开到两三点的 对 那孩子到底是怎么办 就这个是我刚刚听这个视频 比较大的一个 疑问是吧 疑问 因为我小时候跟我妈一起在食堂长大的 就是食堂的工作都要会做 就是让别的同事觉得 你把孩子来上班也可以接受 所以一会儿我们去问问他吧 到底需要我们可以帮他做点什么 嗯 这里是长沙兴起的一个地标 哇 我感觉晚上这边会很漂亮 我好喜欢这边啊 那这儿夏天肯定会特别多人啊 对 这边好像全都是虾店 对 因为长沙就是喜欢吃虾吃粉 嗯 虾都 粉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星姐 你好 进来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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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琦 蒋雅 张雅兴 你把店名给换了 对 所以星星你认识她是吧 因为每次我们录完节目呢 就先打电话 把她那个包尖给站下来 然后就大部队就杀过去 那个店里基本上就都是我们的人了 对 她人很好 就有的时候我们收工太晚实在是懒得动了 就给她打电话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点懒得动嘛 她就会叫那个专车她帮我们送过去 我给你送过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 你还刚喜欢披头三发打开吗 披头三发 朋友画面看 披头三发吃着虾你知道吗 那一块看看呗 都到处逛了看看呗 每次电视频 都在加热 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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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